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一个店是要交通的 当然就需要一个关键的技巧 有了这个关键的技巧才有办法去点点成金 来 这会来看 我相信很多朋友来到这个期货市场 来到这个指数市场 大家都希望发财 这个发财是无价的 怎么样能够发财呢 当然需要的是一个点点成金的一个技巧 那什么叫做点点成金的技巧 来 其实 期货的操作 指数的操作 没有其他的诀窍 只有这个观念而已 你要知道那个观念一通了 恭喜各位 你就是富翁了 那这个观念怎么通呢 其实以张家豪本身来讲 我们必须要具备一个看盘的一个技巧 这个看盘的技巧 它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准 来 我举个例子跟各位报告 其实从礼拜一的节目当中 张家豪也不断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看盘的技巧 我相信在这一个礼拜下来 哇 大家真的都感到很恐怖的 做得很恐怖的 来 我相信如果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如果说很认真的 在看张家豪简报的朋友 包括说很认真你做笔记 很认真你拍计算机的 其实大家都已经胸有撑住了 那如果说今天才看到张家豪节目的朋友 也不快 人家做回来互相勉励 张家豪再一次的 再把这个看盘很关键的一个技巧 再次的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来 我们来看到 来 我们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就用一个加权指数的例子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们怎么样掌握住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看盘技巧呢 来 这个是礼拜一的一个字卡在这边 那这张字卡怎么办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三个非常清楚的数字 第一个就是1月14号的一个最低点 最低点是8523点 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加权指数跳空开高 创下了波段的高点 8668点 那有了一个低点 有了一个高点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知道 在8595点这个地方 要全力的进场去布局多单 那如果说第一次看到 张家豪节目的好朋友 沒關係 为什么知道一个低点 知道一个高点 我们就要知道在8595点 要全力的多单进场 来 我们知道高点是多少 8668 那低点呢 8523 高点低点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 我们是不是刚好取到一个中间值 这个中间值不就刚好是8595点吗 那所以 其实在上个礼拜四 开盘 创下波段高点之后 包括上个礼拜五也好 包括礼拜一也好 其实各位朋友 当你掌握住这个关键的 重要的一个看盘的技巧之后 你就知道 在8595点 这个关键价位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了 怎么注意 当然要全力的进场 去布局一个多单 来 那到这个是礼拜一 那到了礼拜二呢 礼拜二的节目当中 礼拜二是1月21号 礼拜二 在当天 张家豪在节目当中 更进一步的 教导各位 分享这个技巧的进阶版 给各位朋友 来 我们再做一次复习 我们知道高点是8668点 那当天 怎么知道在8651点 要全力的进场 去布局一个空单呢 其实我们在开盘 早上9点 开盘之后 早上9点到9点半之前 我们抓出 加权指数 它的最低点是8635点 那这样子 抓出一个低点 抓出一个高点 那各位 你们不就知道 要在8651点 这个地方全力的进场 去布局一个空单 这个是礼拜二的部分 那结果我们后来看到 礼拜二当天的最高点是多少 礼拜二当天的最高点 就在8650点 这个是21号 那当天 其实张家豪也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提示说 那如果说隔一天 隔一天怎么办 他如果真的杀下来了 那杀下来 要在哪一个关键的点位 其实大家不就已经知道 从礼拜一就已经知道了 8595点 来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礼拜二的隔一天是礼拜三 礼拜三是几号 1月22号 来 我们直接来看 1月22号当天的加权指数 我们直接看到最关键的 当天有没有一个最低点 有 最低点是多少 8596点 你说 张老师 哪里真的太恐怖 真的是恐怖到了几点 来 这位来看 有什么这么恐怖呢 来 1月21号 当天最高点 是出现在8650点 那我们 是不是利用这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看盘技巧 我们知道 在8651点 这个地方有全力的 进场去布局一个空单 果然就差一点 那到了 1月22号 礼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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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当然就是在8595点 这个地方 要全力的布局一个多单 结果1月22号的最低点 是来到了几点 刚好8596点 那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 张老师是不是跟各位说 其实我们看了三天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享 这样的一个看盘技巧 那接下来 到底要恐怖到几点 我们就要有一个 一个胸有成竹 要在这里等他 那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 张老师是不是说 8615点 那为什么是在8615点 那礼拜四 8615点 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来 我们紧接着再往下看 恐怖 恐怖到了几点 1月23号 关键的点位 为什么是8615点 来 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个报告 来 这个是1月23号 我们用加权指数的五分线图 这个关键的技巧 您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在1月23号的这一天 关键点位是8615点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如果说这一段时间 有非常仔细收看张家豪节目的朋友 大家应该都算得出来 那我们实际上来看 当天最高点是哪里 8647点 这个数字有点小 我们可不可以先导播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8647点 好 8647点 那不就距离我们的 8651点非常的近吗 好 那杀下来之后呢 为什么我们当天会抓8615点 这个就是多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位 这个关键的点位 一旦被突破的话 只要是遇到反弹 一律都是要空 一律都是要空 到了这个点位 一律都是要空 结果昨天收盘收在最低点 昨天的收盘点位 不就刚好是8500 95点吗 而且今天一下子直接跳空开低 来我们直接看到荒天蕾 因为刚才那个图实在 来我们直接看荒天蕾 来我们来看到 我们看到1月23号礼拜四 当天的一个最高点 是来到了8647点 那是不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那个看盘技巧 非常非常的将近 几乎是命中 来那为什么张老师会特别提醒说 在8615点这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呢 8615点是出现在1月23号 就是礼拜四的早上10点钟 这个点位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全力的进场去布局一个空单 来弹上来空 再弹上来就弹不上来了 就直接收盘收在哪里 收盘就收在8595点 几乎是当天的一个最低点 那各位好朋友 你这样看整部 你有看到这个 昨天的收盘价好像非常的熟悉 来我们来看到日K线图 来我们这位来看 昨天1月23号是不是杀了一根长黑K 那关键的点位在哪里 我们来看最高点8647点 最低点呢 8595点 来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回归 各位有没有觉得怎么会准到 怎么会恐怖到这种地步呢 所以其实那一天张家豪在节目当中 问各位 1月23号到底会恐怖到几点 不就刚好已经把答案都公布在这里了 8651点最高 最低点8595点 来我们这些比对 1月23号最高点哪里 8647点 最低点呢 一点都不差 8595点 是不是 麻麻麻都多好 所以各位好朋友 指数期货的操作怎么办 一点通 你这个观念只要一通了 恭喜你 你就是可以修复翁了 那怎么样去一点通 你就是要去掌握一个关键的技巧 点点成金 你在看盘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凶有撑住 今天一收盘 今天一开盘 你就知道明天最关键的点位在什么地方 你到那个关键的点位 你就是空单进场 你到那个关键的点位 就是全力的布局多单 所以 期货操作要怎么做 我相信各位来到期货市场 都是在追寻一个发财的一个途径 那当日通宵 发财物价 缺少的是什么 缺少的就是一个点点成金的一个 一个看盘的一个技巧 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张家豪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 对张家豪的一个支持 那很多 在这一段时间 也收到很多好朋友的一个电话 他说张老师 我看你的节目好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真的是非常 对这个初期自身系统 它里面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分析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你不只说给我们鱼吃 你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来教我们去做一个钓鱼的动作 那其实张家豪平常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很幸运的下个礼拜 是不是就封关了 那封关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终于争取到有机会跟各位 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等一下留意中场休息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先休息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马上再回来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我们昨天 就知道那个关键的点位 也是8615点 我们到底怎么看的 下一段节目回来 赶快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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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在台中企业加大饭店 校三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一只详情 各就播02-2578-3777 02-2578-3777 一只详情 亚洲头部 初期至胜 播段指标 亚洲头部 02-2578-3777 2578-3777 对人生机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我有秘密武器 金生高丽人生精华液 18种丰富人生皂肝精华 人生料理我全靠它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越南东家杨洛炉 三杨开泰礼盒 免冷冻免冷藏 原价67折 特价一组1980元 来电订购27261031 金生高丽人生精华液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有很多好朋友 可能在想说 这个礼拜 其实只要记住一个 关键的数字 这个礼拜操作指数方面 就感觉非常的得心应手 因为真的是恐怖 真的恐怖到了几点 到底是恐怖到了几点 是不是数字最大的 最高点是哪里 1月21号的最高点 8650点 但是应用张家豪 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教导的这个技巧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关键点8650点 就要全力的进场 去布局一个空单 相对的 到了8595点这个地方 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 那各位好朋友 你会说 那今天 今天不是跌破了 关键的点位吗 8595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1月24号 今天24号不是跌破了 关键的8595点吗 但是各位 你看今天收盘 它是不是又乖乖回到了 今天收盘加多少 是不是8598点 来我们回顾这个礼拜以来 张家豪从礼拜一 跟各位报告的关键点位 8595点 有着整体吗 几乎一点都不差 每天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 这个才是我们在看盘 最关键的一个技巧 所以一点通 代理通 一点通 陈富翁 那怎么样去一点通 这就一个观念而已 你一点下去 你就要通啊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张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终于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好朋友来做个见面 为什么会说 要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跟好朋友见面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收到非常多 好朋友的一个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 过去的几期 我感觉已经到了这个岁末年中了 也应该做一点回馈 后来好朋友一个小小的一个红包 因为好朋友 常常就是打电话进来说 张老师 我看你的节目 真的看得好长一段时间 而且我对于这个初期自身系统 真的是佩服的 哪有人东西这么准的呢 他说 你每天在节目上讲 我几乎都可以佩了 来我们一起来看喔 来我们看到10月的台子期 他说从10月的台子期开始 他每次他都很好奇说 为什么在大跌的时候 就是手上会有空单 在这个大涨的过程呢 手上就是会有多单 而且从10月的台子期来看 系统追寻到的绝对报酬 非常非常的一个稳定喔 来这个是10月的台子期 再看到11月的台子期 也是同样啊 他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初期自身系统 这么厉害 就是他有办法去掌握住 大跌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会出手去布局一个空单 11月的台子期也是同样 来 再看到12月的台子期 12月的台子期 从第一个讯号8194点 这个地方进场去布局多单 一直到结算当天 结算是12月18号 当天最后一个讯号是8359点 从8194到8359 其实不过也才165点的空间 但是波段指标 因为掌握住了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点位 在最关键的点位出手 一笔单一笔单 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操作 根本没有压力去做一个操作啊 因为我们就看到讯号 波段指标一点下去 他就跟我们讲了嘛 他竟然可以追寻到349点一个 一个绝对报酬 他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佩服 甚至到了1月的一个台子期 1月的一个台子期 刚开始真的是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他就是有办法在最关键的时间点 在12月27号早上10点30分的时候 他在8520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多方讯号 接着呢 又是大涨的时候 手上有多单 大跌的时候呢 手上有空单 从10月台子期 11月台子期 12月台子期 甚至到上个礼拜才刚结算掉了 1月的台子期 每个月他这样子看下来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这个波段指标 波段指标 它有一个特性 除了上涨的时候 手上有多单之外 他另外一个特性就是 他非常的一个轻松 他就是在那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 他能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现在手上的多单 现在手上的空单 一定要去做一个变换了 而且一笔单一笔单 非常轻松 因为根本没有压力啊 他在最关键的点位会告诉你啊 那随着出手的次数增加 追寻到的一个绝对报酬 也是呈现一个正向的增加 就很多好朋友 他都一直打进来说 张老师 你有没有这个时间 真的可以跟我们 有一次这个面对面的一个机会 那你跟我们交一下好不好 到底 这个波段指标 这个初级制胜里面 它的一些逻辑的设计的一个观念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哪有这么厉害啊 真的这样尊到这个行 所以张老师其实也是跟公司 非常长时间的一段沟通 因为也要配合我的时间 也要配合公司 这个服务人员的一个时间 那终于敲定就是在明天了 就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好朋友来面对面 来做一个交流 那其实在礼拜一 从礼拜一开始 其实在这个礼拜当中 张家豪也跟各位透露了 这一个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 看盘的一个技巧 点点曾经的这个技巧 几乎一点都不差 这个礼拜掌握住 关键的一个看盘点位 我相信各位好朋友 在这个礼拜的一个指数的 一个操作当中 感觉大家都是雄有成熟 什么看盘的点位 从礼拜一就把这张字卡 就这边大啦啦的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了嘛 那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从礼拜一开始 真的很认真做功课的 他也知道他大概已经掌握到 大部分的一个精华了 但是更细节的部分 张家豪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终于争取到这个时间 能够跟各位报告一下 点点曾经 到底是如何点点曾经 其实就是一个观念通了 一个观念通了 恭喜各位 您将来只要是接触到 有关于指数类的一个商品 各位好朋友 指数类的一个商品 不管是台子企业也好 不管是金融企业也好 甚至金融 甚至是电子企业也好 只要是跟指数相关的 当然加权指数也算是指数啊 只要是跟指数相关类的 一个金融商品 各位 把这个关键的技巧把它学起来 它都是通用的 它都是一里通百里通的 甚至说 有些好朋友 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指数商品 做得非常有心的之后啊 将来想要去挑战一些国际的商品 包括说 道琼工业指数啦 包括说 那斯达克啦 或是S&P500 这些国外的一些起货商品 包括说CAT40啦 法国的一些商品 各位好朋友 只要是跟指数类相关的一个商品 各位都可以用这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技巧 非常精准的去抓出来 它一个关键的点位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那张家豪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其实这一段时间 真的是收到很多好朋友的一个照顾 那本来公司是说 这一次的一个见面机会 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 每个人是收费3000块钱 但是我觉得说 相逢是一时啦 就像你看到张家豪的节目 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也可能是看了一阵子 但是成为朋友却是一辈子的 同样的 我是希望说 小小3000块的金额 我跟公司做一个争取 是可以OK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帮公司做一个争取的 但是呢 请大家帮帮张老师一个忙 真的是帮张老师一个忙 张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欢迎 各位朋友 只要是你看到有这个电视节目的 我们都来参与这个见面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来参与见面的机会 一定要预先做一个登记 这个是我跟公司讲好 这真的是没办法的 所以唯一啦 就是这个忙 请各位帮帮忙 那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呢 张教育好 张老师会跟各位分享什么样的技巧 来举个例子跟各位报告 是要怎么一点通做富翁 点点成金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招 要怎么样在找盘的时候 就去决定输赢 我相信很多指数的朋友 从每天8点45分一开盘 眼睛回到收盘1点45分 5点钟 真的这样很紧张 又很刺激 结果呢 你没有掌握到最关键的那个点位 所以怎么样 在一找盘的时候 我们就要决定 只要去收盘的点 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在这个 这个 我们见面的时候 张老师会再更详细的 包括说 什么样去找盘 找盘论转折 尾盘做功德 那怎么样 怎么样的这些技巧呢 其实都是 趁着这一次 跟各位好朋友见面的机会 那跟各位来做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 做一个交流 那最后呢 张家豪其实也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诚心地 祝福各位朋友 因为我希望说 下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下个礼拜就封关了 那至于这个费用的部分 当然张老师可以 帮各位争取 算是送给各位好朋友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红包 但是呢 真正送给各位大红包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我们见面的时候要谈的内容 因为将来只要你跟指数 商品 只要是有接触的 你把这个 这个关键的技巧把它学起来 将来你是受用一辈子的 就像张老师常常讲的 相逢是一时 朋友是一辈子 就像你现在听到张老师的 这个见面的消息 也是一时的 但是呢 你因为有一个预约登记 跟这个关键的技巧 变成好朋友之后 哇 这个关键的看盘技巧 陪伴各位的 帮助各位的 就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张家豪非常欢迎 各位好朋友 希望说我们有这个 见面的机会 那最后呢 张家豪也要在这边 非常诚心地 祝福各位好朋友 祝福各位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才愿广进 也祝福各位好朋友 从明天开始呢 成为集合市场 最大的一个赢家 那当然 非常期待 我们在这个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 见面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明天见评估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造成两个家庭 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酒后驾车 已经造成许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侥幸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亚洲投顾免费讲座 要告诉您 配探交易与当充教学 1月15号星期六上午十点 在台南天下饭店 下午三点 在高雄商务会中心 1月16号星天 上午十点 在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三点 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日子详情 各级播02-2578-3777 02-2578-3777 多载奇商店 空在起别点 掌握多空趋势 旗子看旗机 开机得第一 以及看大盘颜色 不如依照趋势操作 亚洲投顾02-2578-3777 2578-3777 财政部举办了新春记者会 部长张胜禾表示 对于去年表现十分满意 全年税收成功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展望今年呢 张胜禾预期在全球景气好转的带动之下 国内的出口表现还会大幅优于去年 前脚才刚踏出电梯门 马上就被媒体团团包围 财政部新春记者会回顾过去一年 部长张胜禾很满意 我想分数有外界打比较好 自己打打得太好会碰风 打得不好对同仁对不起 事实上我们表现不错 去年税收达到一兆8189亿 是创历年新高 不给自己打分数要让外界评分 其实财政部去年成绩超亮眼 全年整体税收创历年新高 较前年增加超过220亿元 不过国内却有杂志 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最新资料披露 发现台湾富豪和企业滥用海外租税天堂的程度 在两岸三地居管 去年收到所得税法目前在立法院洗衣上中